朋友们好,我是李医生 夏天到了,很多朋友都想知道一些适合夏季养生的滋补品 李医生想告诉大家,真正的滋补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营养品 我们的很多家常蔬菜,效果比营养品更高出很多 也更适合长久的使用 那么今天呢,李医生就推荐大家一种很适合夏季的养生菜,苦瓜 苦瓜呢,因为它这个苦涩的口感,很多人都敬而远之 但其实呢,苦瓜的这个营养价值和保健功效都是属一属二的 可以说呢,是瓜中之首 接下来,李医生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苦瓜 第一呢,降血痰,降血脂,保护血管 苦瓜的这个新鲜汁液,含有苦瓜袋和类似胰岛素的物质 可以调节血痰,血脂,并且呢,经常吃苦瓜 还对我们的血管呢,有很强的保护作用 预防脂肪肝等疾病 第二呢,养血脂肝 苦瓜呢,是养肝的好物 被称为腹肝地瓜 超熟吃呢,可以养血脂肝 润皮补肾 民间呢,常在夏季用苦瓜呢 来明目解毒 第三呢,消暑解气 清热解油 苦瓜的第一大功效 就是消暑解气 它呢,具有这个 清热消暑,清热解油 养血液气,保护脾胃的功效 对治疗,利脊,参肿,中暑发热 肺脂过多,结膜炎等病症呢 均有一定的疗效 第四呢,抗癌 苦瓜对抗疾癌细胞呢 有很好的作用 据研究表明 苦瓜汁含有某种蛋白成分 在临床上呢 对很多癌症都有一定的疗效 并且呢,从这个苦瓜子中呢 体炼出的胰蛋白免疫之际 可以阻止恶性肿瘤的生长 你一生知道 很多朋友呢 都吃不惯这个苦瓜的苦味 所以啊 今天特意为大家准备一个 去苦味的小妙方 和一个购买苦瓜的技巧 那就是去掉苦瓜的染 我们用勺子呢 把里面的这个摆设的部分 尽量的刮干净 苦瓜的苦味就会减少很多 另外呢 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啊 也要注意 表面的这个凹凸感 明显的苦瓜呢 苦味较重 如果怕苦 可以选择这个表面 比较平滑的苦瓜 苦瓜当吃起来 可能口感不是那么好 但是如果搭配其他食物 食用 不仅呢 营养成分高 还可以互补 比如说 苦瓜加豆腐 清热解毒 苦瓜加猪肉 消炎退热 等等多种的搭配 李医生呢 也特意为大家整理出一些 搭配方法 内含功效和具体的食疗方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区查看 最后呢 李医生要提醒大家 脾胃虚寒 低血压 以及低血糖 小孩和孕妇呢 不适合吃苦瓜 好了 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李医生 在视频下方 点赞 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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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